- 大家好,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 大家好,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最近奧運剛結束嘛 - 是 - 但在那之前甚至有很多國際賽事的時候 - 其實有很多的運動迷大家都會熬夜 - 看這些比賽 - 尤其是如果是在運動員 - 又長得特別的出眾的 - 就像這次韓國的孫妍戰 - 對,他好瘋狂 - 因為那時候奧運的時候 - 我剛好人在俄羅斯 - 俄羅斯人都喜歡看他 - 真的嗎 - 真的,這些運動員 - 美麗的運動員 - 會讓這個體育賽事加分 - 就像我們今天現場來的一位貴賓 - 是的喔,伊安老師 - 大家好 - 現在還是比較迷人 - 當年更是 - 叱叉風雲 - 對,那我們今天要先了解一下 - 在你們國家什麼運動最流行 - 通通都一樣的答案 - 全部都是足球 - 全部都都是足球 - 欸,全部都都是足球耶 - 真的耶,我好訝異喔 - 但所有的足球都指Soccer嗎 - 就是你知道 - 英式的 - 對,英式的那種足球 - 不是美式足球 - 所以一定要先從Sandra開始問 - 對,一定要問一下 - 所以英式足球就是從英國發展出來的 - 對,對對對 - 我們是這樣子認為 - 沒有錯 - 什麼是英國來的 - 了解 - 包括我對這個很難嗎 - 因為每一個人就會想到Soccer - 英式會想到南美中 - 對 - 巴西巴拉貝阿建進 - 可是其實沒有 - 是從我們這邊開始 - 在1863年是第一次比賽 - 所以有好多規定 - 現在還專載 - 就是從我們那邊開始 - 那個時候的Rules -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 163年Soccer - 就是從我們昨天來了 - 重重一下 - 好,這個就是 - 就是 - 你的證據就是 - 你自己選1863 - 就是1863 - 她說了算就對了 - 你這樣算就對了 - 妳說了就算就對了 - 對,對 - 因為我現場要Google一下 - 大家就可以Google - 見了見了 - 那你自己本身 - 你是從很小一小的時候 - 就開始看嗎 - 對,對 - 因為我媽媽是巴西人 - 我媽媽是英國人 - 所以我告訴你 - 我們Jadys要碰到這兩個 - 大家就會打起來 - 什麼時候就會這樣 - 啊 - 可是逍遙比賽 - 我們在林津會看 - 哇 - 可是我爸爸第一次 - 帶我們去以後 - 他就跟我們講過 - 你們以後不轉再來 - 因為英國 - 我告訴你 - 大家都會看得看得很瘋狂 - 對 - 然後一邊看一邊喝酒 - 一邊看一邊喝酒 - 然後到你的那一堆了 - 開始輸的時候 - 你就開始 - 我又碰到了 - 那一次我爸爸帶我們去 - 從後面那片就要一包 - 啪 - 來到我們旁邊 - 啪 都沾起來 - 水球 - 一包吵 - 一包吵的 - 開始發脾氣的時候就開始掉 - 所以真的是 - 然後會掉那個 - 啤酒 那個罐子啊 - 哇 - 你想到什麼了就會飛來飛去 - 它就開始發脾氣了 - 這麼不理性啊 - 所以 - 英國就是這樣子 - 我們英國 - 樹的時候 - 那接下來我要請問一下 Eva - 波蘭我們是非常喜歡看 - 非常喜歡 - 然後我們看得 - 所以我們是從小 - 我們也是跟爸爸媽媽從小 - 一起看那種阻塞的 - 然後我們從小 - 最會學到那些麻藏話的 - 都是從那些阻塞的那種 - 英國來的嗎 - 英國來的嗎 - 對 英國來的 - 妳用妳的母語 - 罵一下 - 體驗一下 - 我們都聽不懂沒有關係啊 - 快點 - 一 二 三 罵我了 - 快點 - 公開 - 哇 - 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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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開心 - 公開 - 公開 - 無論如何 - 公開 - 我們三年終於可以講出來 - 公開 - 她一次可不可以叫我 - 我用布袋亞華來罵她嗎 - 公開 - 公開 - 沒有任何投票 - 公開 - 公開 你看足球賽是很有趣的事情 沒錯 可是也有神秘危險的一點東西 每一個只是你的足球米 它會帶一個像這種的尾巾 這個我在英國有買 對 然後它會帶 看到了推手的馬上會打起來 所以他們每一次我們去看足球賽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不只會打別的足球米 他們也會打那些 球員 如果是警察在那邊或者那些安全在那邊也會被打 所以很危險 比方說某一個城市有一個足球賽 是A隊跟B隊 你走路的時候遇到了那些A隊的足球米 然後他們會問你說你是支持哪一隊 你根本沒有戴任何的圍巾 你完全不知道今天有足球賽 你是支持哪一隊 然後你就說OK 瞄了一下他們的圍巾 然後你就說A隊 很好很好 那A隊的你覺得誰比較厲害 完了 問這麼細 如果你還是反應不夠快 那我支持另外一隊 你翻譯不過了 哦 不會打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會贏嗎 哦 當然 當然 當然會贏 那你為什麼咱們只覺得 呃 沒打 所以不管怎樣 對 什麼都沒有 打我那麼多 當然我翻譯不過來 對 有一次是波蘭 波蘭足球師的那個 足球跟俄羅斯的也要打 我不騙你 我朋友給我打電話說 他兩天還沒有出門 因為他不敢出門 就是前幾個月對不對 對 他們把橋封起來 對 就是波蘭的球迷跟俄羅斯的球迷 在橋上遇到互相對手 他打仗一樣 打仗一樣 彼此都不讓對方過去 那個 長亭的桌子啊 丟到馬路上啊 他上國際新聞 什麼都有 上一次辦這個 世界杯足球賽的南飛 其實足球是 但是到現在 目前 149年 1966年他英國舉辦了 你以為我會要講嗎 我沒有說我們是最厲害的 最喜歡的 我沒有說 只要我們就是最厲害 可是我沒有講喔 我們已經 南飛已經得過一支 一支 你還要來講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們兩位 可不可以去旁邊看一下 我說得過講我了 我還可以接受 你來講我 我們都喜歡足球 很多人同小的 開始就打足球 沒有錢可以買足球 我們 就拿石頭 用塑膠袋 拋一拋 他可以滴足球 哇賽 是 對啊 要踢石頭球 對啊 不管是什麼地方 小小的空間 不管是路上 我們都那邊可以滴足球 你看這邊是太平 我們沒有錢 對 也是用那個樹坑 做那個球 對 他在世界各國世界上 都有我們的球員 哇賽很厲害 南非是 南非的球員都外銷到世界各國去 對出口足球員喔 包括阿福在德國 這國家也是一樣 我有點不好意思講 是的 像那個南非他們是出口 球員 球員 我們是進口 進口 我們那邊德國也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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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個是我們代表我們國家的 那個球隊嘛 3個是從波蘭來的 3個是從非洲來的 2個是從土耳其來的 1個是從巴西來的 1個是從巴西來的 1個是從波斯尼亞來的 然後1個是從西班牙來的 哇 差不多是完啊 11個 但是裡面有3個是 算是混血 至少媽媽是德國人 如果 喜特勒看到了他這樣子的足球隊 他才一次會滋傷 對 都是以前被他破壞對不對 世界我們拍第三名 你看巴西是英國五次嘛 那個世界比賽嘛 所以我們都是考外國人 你說我幹嘛 我是一本巴西人耶 我們是第一名耶 我講一個好話也不行 我今天要趕快 我今天要趕快換你們的擺姿 真的太現實了 Rose 西班牙也很厲害對不對 對 我要站起來 喔 真的喔 不然他鏡頭會掉下去 喔 真的 這個 這個攝影師可以靠近一點 OK 已經對這CALLS UP了 再靠近一點 這個是就是幾個月前 我們西班牙贏那個歐洲杯 對 那這是我們贏的 那這個 就是法國人可能會很不高興 今天沒有法國人沒關鍵 對 幸好 對不起法國人 因為這個我們的蛋比較大 這有關係嗎 Biggerboss應該跑得比較不快吧 不是 就是 就是 蛋比較大是因為是 就是比較 有種 有種 比較 比較有種 比較GOTS這樣子 對 那生兒子囉 所以共八宵應該是 這一次那個塑膠比賽 它那個西班牙贏的 所以我們德國已經有一個計劃 我們先把那個三個非洲的送回去 然後下去賣幾塊 太厲害了 大家好 你知道中國古代有一種運動 叫植竹 對 藤邊的 它上面還有毛 還有球 還有毛 對 唐朝的時候 是 宮廷是拿來打馬球 是 後來到宋朝是用踢的 是 然後還可以用頭頂 對 然後中國古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叫高球 是 高球他非常會踢球 是 聽這名字就知道他很會踢球 真的 我跟你講 那後來當時宋朝 中國那時候在宋朝 西元的第十世紀 因為他有天他看到一個人進來說 那個你 聽說你很會踢 你踢給我看 他會踢像現在球員的花式 用這個啊 對 頭頂啊 肩膀 所以他覺得說你很厲害 我給你一個觀坐 後來他就把這個 中國弄得名不聊生 後來就引起了芳辣起義 就是水浮傳的故事 這個東西到中國 我們後來慢慢消失 變成踢腱子 對 所以全都變小顆了 但毛還在 對 毛還在 所以不一樣 主持人講話快快了 腱子啊 對啊 那接下來呢 就要請教一下這個小萍 小萍聽說現在中國 也是非常的流行看足球 我不知道 對啊 我也不曉得 可是在之前 我要跟山東阿說一下 有啦 有 果然足球起源於中國 山東 OK 帶了整齊範也有13年 其實在那個 像我們中國的足球隊 在世界上不是很有名 可是我們 也是像英國在內部自己踢 就很多瘋狂的球迷 2001年的世界盃的時候 那中國是踢了幾十 踢了幾十年的足球 從來沒有走向世界 就出現過 十強都沒進去過 然後那一年就終於 踢1比0 踢贏了那個曼聯隊 然後就出現了 那全國人民都瘋狂了那球迷 然後剛好是那一年 是在瀋陽踢的 在我們那邊踢的 那全國各地的球迷全過去了 然後那非常瘋狂 然後我也是有興趣參加 差點被踩1次踩 哎唷 真的啊 要很小心 對 只要世伯就知道 真的很恐怖 但是很多人 然後迎球之後 大家就是全衝到大馬路上 幾十萬喔 球迷耶 哦哦哦哦 然後是這樣 對 然後呢 圓夢了 終於圓夢了 出現了嘛 就是十強進入世界 第一次 然後贏球了之後 大家就瘋狂跑到大馬路上去狂歡 然後我那天就很慘 就是因為我家離那個體育館 還蠻遠的 結果沒有計程車 因為司機也去慶祝去了 然後我走了一個多小時 都踩到家 中國其他的遊行附近 但那天大家全部大遊行 折騰一夜 那天可以幾十萬 可是後來呢 後來還有比賽嘛對不對 後來就 一言難聽 不要 哈哈哈哈 我們國家說大路 如果跟兩隊 比如說一隊是跟大路往下吃 都不會比了 怎麼說 因為太多受傷了 因為他們是不是玩足球 他們是練功夫 對他們是上面足球 真的是練功夫的 不是足球 玩的方法比較不一樣啦 但是我要請問一下這個國豪哥 就是你如果自己在國外的話 你有去那種 大的運動會場上面 去看過足球賽嗎 足球賽是沒有 因為我個人其實很不喜歡看足球 喔 我覺得足球賽很無聊你知道嗎 哪有 這麼大一個場地 幾十個人追一個小球 看了一兩個鐘頭 然後才進可能一球 然後覺得很悶 然後後來就發現 我很多女生朋友都很喜歡看足球 我就覺得你們為什麼那麼喜歡看 我說你們知道這個規則嗎 他說不知道 我說你知道什麼樂位嗎 他說不知道 後來知道 因為他們就喜歡看那些男生很帥 然後管部很短 然後很緊實的臀部 然後流到汗水 對 對不對 上個比賽就是我們會看他們的堆 那個堆是最漂亮 然後結束以後就是阿富翔的 結束以後他們進一個步驟是什麼 他們去畫 Yeah Yeah 他們怎麼做到我就是等他們最好這樣子 Yeah 他們的球迷真的是去看球賽的 可是呢很多人呢就是去是為了看這些運動員 看帥的啦 看美的啦 欸現場呢有一位就是球員太太 這個問這個問題我覺得有點白問的 我要問一下妳最喜歡的球員是誰 我絕對沒有這麼膚淺 真的假的 很自認真在看球技的好不好 但是我跟國豪哥一樣 我也不喜歡足球 妳看嗎 因為我很 我覺得那比數太慢 成長幅度太慢 就會導致 你不要囉嗦 我還沒講話 妳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 妳不要囉嗦 同小的時候 是台灣啦 欸 抱歉 你說什麼 他自己沒有沒喜歡 老公是籃球員嘛 所以我是不是一定要支持一下籃球 對 那像台灣的籃球呢就是 嗯 球迷也算是非常的瘋狂 是耶 在台灣因為沒有像這麼多人口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籃球 國豪哥也知道 對 支持者也是非常的踴躍 是喔 那像我老公本身是國手嘛 其實他沒有代表我們台灣出去比賽 對 也是會有國外的fans 球迷 所以其實 台灣真的也是需要大家來注重一下 籃球方面 講到籃球喔 我跟你講 我去年喔 可是很有榮幸喔 跟林書豪的弟弟 一起打過籃球 什麼啦 林書豪的弟弟 弟弟 你看他弟弟也蠻厲害的 去年的時候是因為林書豪來台灣 然後我們有一個明星的慈善球賽 然後我們那時候都想說就衝著林書豪去的 所以大家就是為了想要去跟他見面 或跟他上場玩一玩 那結果林書豪他沒有真的上場 然後派他弟弟上場跟我們對打 很厲害 那時候去年才高中生 就一定很會打了 天啊 其實大家為了要 不管是要得金牌 或是說有一天可以出人頭地怎麼樣 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相當大的機會呢 是會得到這些身體上面的傷害 所以我要問一下哲星哥 有沒有一些歷史上比較著名 比如說得到運動傷害的運動員 其實如果說以台灣人最熟悉的 受傷當然就是王建民 對 你知道我從來不看棒球賽的 其實我對體育運動沒有太大的興趣 除了幾項之外 然後後來我就有一天早上 我大概三點多爬起床 那我剛回國沒有事我就看電視 就看到王建民出賽 那一天他就受傷 我再也沒有看過他 相信 是不是因為我開電視看了王建坡 我的手是厲害的 他就跑步 然後腳就受傷 自責 對啊 我覺得這太奇怪了 那當然是因為我覺得運動 因為我以前當過導遊 那我跟台灣的代表隊出去比賽 就帶他們出去比賽很多次 其實尤其我有帶過那個 以前宋教練 我帶他們去那個就是跆拳道 對 所以我跟那種運動員 他們有時候他們現場有防護員嘛 有時候他其實在看他踢的姿勢怪怪 他覺得啊 受傷 他其實有時候運動員沒有感覺 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問一下宜安老師喔 其實現場我一有參加過奧運會的喔 然後 奧義金牌 奧義金牌喔 是 對啊 可是像這樣子喔 因為妳是最能夠了解 運動員受傷 到底對他們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 運動員受傷其實對他的運動生命 當然有一定的限制嘛 對啊 有很多人就是因為受傷之後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延續 他的運動生命就必須要退休 對 這一次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劉翔 劉翔 對 大家喝 對 那個爭議比較大一點 對 爭議也蠻大的 他有時候他練了十年 他可能一開始是興趣 可是後來就 人就不知不覺走上比賽這一條路 就一直往上走 可是呢 我真的我使盡全力在練的時候 忽然受傷了 那個很可怕耶 你的人生好像就毀了 我有一次選拔賽的時候 就是踢到對手牙齒 以前我們是沒有護持 所以我就踢到對手牙齒 對 哎唷 好嚴重耶 對 最近奪贏代價高 運動傷害大公開 眼球掉出來啊 眼球都掉出來 對 眼睛掉出來 你看 你看這雙腳 哎呀 馬拉松世界冠軍女生的腳 耳朵停在一個地方 身體主要上去 你會聽得到 啪啪啪啪 聲音出來 好可怕 以前我們是沒有護持 所以我就踢到對手牙齒 他就啊 衝進來 然後我就啪 踢下去 然後就在我的腳背上面 就啃了一個洞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大概沒什麼 就去縫人家 縫了也只有縫了三針 就想說還有比賽要繼續比 後來就 他就變成暗紅色 然後就整個就越來越腫 完全不能走路 我就這樣 對 哎唷 好嚴重耶 對 那個是可能嚴重到會截肌 你有沒有打破傷風的那個 那個好嚴重 也有啊 可是他就非常嚴重 後來醫生就說你知不知道被人咬不能縫 然後他就把這個線拆開 然後再把傷口撐開 然後用引流的方式把這個 哎唷 裡面都是農什麼的 哇 組織藝 對方選手是哪個國家 真的好嚴重喔 國內的啊 對啊 他那天你有吃狗肉是不是 那麼毒 他就有個小虎牙 我以前是高中也是籃球選手 然後呢 我有一次就是 為了要把人家火鍋就是落地 然後我這樣撐 所以我現在手啊 我沒有辦法這樣超過兩分鐘 我就一定要翻過來 不然他就是會很痛很痛很痛 那骨頭已經歪掉 所以妳當運動員的妻子 另外一半 有時候妳會看到妳的先生回來受傷嗎 會不會 每天幾乎 幾乎 根本那種什麼 瘀青 瘀青什麼是腳會扭到嗎 大腫 那根本就已經是小事 對 像他今年 去年球季就是 前十字任代斷掉 就是在打球的時候 直接聽到啪 就是在斷掉 很難遮捕的耶 然後就躺在地上沒有辦法動 就直接送醫 所以導致他那個球季後面 就沒有辦法替球隊拿冠軍 恐鏘 在你們國家裡面也有一些球員 他們是付出很大的代價的嗎 這個是 他這邊是不是 受傷的關係 是是 他是 從小的十一個月 從那個膝蓋這邊 膝蓋以下都被切除了 切斷的時候 他也是沒有打到他 他也是很認真 練習保護 因為他是我們的保護選手 哦 所以他腳上戴的那個 是特別的道具嗎 他腳上戴 超風戰士 對 碳纖維做的嘛 奧運不是有兩種 一種是好的 一個是這種 對 一種是正常人用的 沒錯沒錯 現在那個運動傷害 要正常的 就是一般的奧運了 哦 對 他速度好像很快 對 他已經不輸正常人了 現在是運動傷害 運動員的傷害在大陸 除了劉翔那種類型有爭議的 其實還真的有運動傷害 你看這雙腳 哎呀 對 就變形畸形了 這是一個世界冠軍 馬拉松世界冠軍女生的腳 他就是長期訓練就變成這樣 怎麼可能 運動傷害 真的 其實你看那個角力的 他們的耳朵全部都是黏在一起 哦 對 對 那種太多了 鼓措全部都斷 對 都變形 一天到晚在那邊搓搓搓搓搓嘛 比如說他頭跟頭摔腳的那種嘛 他頭跟頭摸啊 什麼的 摸啊 襯啊 就耳朵都變成這樣 一球 他耳朵停在一個地方 身體嘴上去了 對 你會聽得到啪啪啪聲音 好可怕 我還沒有講完呢 不是嗎 我還沒講完 對 我們已經聊到別的囉 對啊 我在等你 沒有人被遺忘喔 在等我們喔 不好意思 你說 你說 然後2004的時候 然後他有一雙架子 1.5萬 1.5萬 這個叫那個 一枝 Blade 就是刀鋒啊 對 刀鋒 刀鋒三式 然後之前他已經得過 這是不正常的比賽 大概2022個 2012年的時候 他有機會參加那個 奧林匹的比賽 然後這樣他的願望 有得到他的願望 我們世界上的人 不管是什麼樣 你一定認真 認真的時候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願望 對 這句話講得很好 只要你願意付出 就可以得到一個願望 對 Eva 你們國家有一個對不對 對 因為波蘭也有 一位非常非常厲害的 手球的選手 手球 然後他2010年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不小心受傷 因為另外一堆的 啊 借我用 另外一堆的 呃 選手 Sorry 他就不小心把他的手指 放在他的眼睛那邊 眼睛掉出來 哦 哦 你說在 眼球掉出來啊 眼球都掉出來 哦 然後 呃 所有的醫生 所有他的那個 呃 訓練員 也跟他說 那你現在沒辦法 最好要退休 我們沒想到 半年後他又出現了 他帶那種 可以保護眼睛的 比較特別的 哦 那個Garno 然後他當天 當場 得獎了 就得了經驗 他那個眼睛後來 就看不見了嗎 是 呃 他們又幫他弄 假眼 然後他可以看 他還是一點點可以看 只是沒有看 跟整場的人一樣 然後他說 呃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他守球的 是他這一輩子的 最 喜歡做的東西 最愛的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打 他會活不下去 所以不管怎麼樣 他就花了這半年的時間 恢復 之前的那種提議 就繼續打了 這很像拿含的那個射箭的 盲劍殼 他有一隻眼睛的視力是0.1 就是幾乎是 抗件的 但是他就是省準還破紀錄 他說他就喜歡射箭 他從小射箭 他對那個東西非常有感覺 所以他不需要兩個眼睛的視力 都很好 對我用一隻眼睛就夠了 對用一隻眼睛就夠了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在中國大陸 其實我覺得這麼多人 大家都想出人頭地 所以大家也有很多運動員 有付出過嗎 對 這個是郭晶晶 她是跳水皇后 在我們那邊 她是奧運會金牌的得主 然後呢她是 她在到退役的時候 去年退役的時候 一共拿了 三十一個世界冠軍 對 三十一個機牌 對 然後呢 但是她那個 雖然是五歲就開始跳水 十二歲就加入國家跳水隊 剛進國家隊的時候 她的膝蓋骨是往外凸的 就腿不怎麼直又很硬 然後這樣會影響在空中 那個造型的美感 那分數不就低了嗎 什麼影響成績 對 那後來她就是為了要求自己完美 然後她就把自己呢 綁在老虎凳上練腿心 老虎凳上 老虎凳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這邊綁起來 然後這邊就墊磚 磚頭 這個中國古代是 對 這是一種刑具好像是 老虎凳這樣 對 她這樣把這邊壓起來 墊上之後腿 膝蓋骨就會縮回去 然後這樣還不夠 還不夠 她每天讓她爸坐在她的膝蓋上 那兩條腿撐在 像椅子上之類的 坐在膝蓋上 她爸那小時候就要練 從十二歲就這樣 對 然後她是渾身發抖 痛到不行也是堅持 然後她還有一個傷害 就是說痛苦 很大痛苦 因為她的跳水運動員 會從高空往下跳水 那像一般我們跳到水裡眼睛 一定是壁子嘛 那高空會衝擊嘛 結果她為了就是要求動作的完美 或哪邊那個歪了什麼的 那個造型什麼的 她都選擇不管練習還是比賽 都是一定從高空跳水要睜眼睛入水 那那一瞬間那水的衝擊力很大 對啊 所以她那勢力後來下降到0.2 然後最後沒辦法 一直這樣還是這樣的訓練 然後她那個右眼的 那個四網膜完全破裂了 然後就是手術後來沒辦法 就去年退役了 那但是阿甫聽說啊 就是說這些運動選手 他自己本身要小心 這些運動傷害之外 其實觀眾也有可能會得到運動傷害啊 有啊 只有在德國而已嗎 還是很多國家都會發生呢 很恐怖 很恐怖 我現在也要講得真正很恐怖 我每次想到那個時候我也會幾個月 好冷喔 所以如果 真的很冷 如果怕恐怖的現在就不要聽 但是我跟你講 到最後還是有一個Happy Ending OK 我們那個時候大概十幾歲 我跟一個朋友我們去看足球比賽 我們就站在旁邊那邊看 然後突然那個球就飛過來 然後打到我那個朋友 打到他的下面 他一下子 然後就彈在地上 好像沒事 那我們打算在旁邊 我們就說很好笑 你不是朋友 你應該要叫他說 你還好吧 你還好吧 你在旁邊笑 德國不會 那個德國不會 他就是在旁邊對不對 我幫你進來 但是我會先笑完 你應該先笑完 我們才好像不是開玩笑 因為他的那個 其中一個蛋 還是那個 弄起來 炒飯消耗大量體能 哲心建議日常訓練 不能做矮 不能炒飯 炒飯以後你就被這天氣暖暖的 就是沒有飽 男生只要炒飯一次的話 你的體能的消耗的人 跑五千公尺這麼多 那這當作日常訓練就好了 好 原來哲心哥 好 他的那個 其中一個蛋 開始 那個 中起來 大概五分鐘以內 總是跟那個 那個 真的 然後足球旁邊 一定會有那種救護車 然後醫生馬上跑過來 然後看說 這個馬上要送去醫院 然後把他送去醫院 然後到那邊已經來不及了 就是把他 回來過幾年他結婚 然後他老婆生小孩 哇 喔還可以生小孩 生雙胞胎 喔 那真的是happy 我們現在可以生雙胞胎 你看如果沒有發生的事 他是不是要生那個死胞胎 這樣算嗎 那真的是 那個德哥就是厲害 那真的是 重點是這個是 他不會生就這樣 對 記起來比較像運動烏龍 對 當然就在這邊 我們在現場有準備一些 運動烏龍的VCR 喔對 的確有時候運動場上面 是會發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們讓大家來看一下喔 請看 你看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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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太誇張了 對啊 一安老師請問一下 你們在場上比賽的時候 也許你自己不曾發生過 但是你有看過很誇張的這種運動烏龍嗎 跆拳倒是還好 但是我就轉播奧運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就講了一個烏龍 就是最近我們有新的規則 所以現在選手跟教練 其實可以針對不同的 就是說他覺得這個判定有問題 他就拿一個申訴牌 那我們不是有那個紅色跟藍色兩邊嗎 那結果就是比賽完之後 就有一個畫面那個教練 就拿了那個紅色申訴牌 然後給一個工作人員 然後我這樣看那個螢幕小小說 我說這教練還能拿紅包嗎 比賽贏的時候他要說 送一下紅包 我們要怎樣 他們就說不是啦 那是申訴感 我剛才覺得傻眼好丟臉喔 很大 每一屆的那種規則都不一樣嘛 每一屆都會做一點小小的修改 在阿福 在德國也有嗎 有發生過嗎 那個是在摩西哥的時候 摩西哥 在摩西呢 好像1986的時候 是英國跟那個阿根廷 也是世界那個 足球賽的時候 對 他們是在那個英國的那個門的前面 然後球是從上面這樣飛下來 然後英國的那個熟門員 他就跳起來 然後要打那個球 然後瑪丹娜也是跳起來 然後他也是用手 把球這樣子打進去 他怎麼可以用手 他後來人家問他 怎麼可以這樣 不是我的手 這個是 有一點點上帝之手 有一點點瑪丹娜的頭 很厲害 太扯了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英國跟阿根廷 福克蘭群島戰爭 對 看到他的出球賽裡面 有國仇家恨在裡面 太誇張了 回來好像去年成年才承認的 然後他用手 那一首鬼話都說得出來 這不是我的手 他用手進去 上帝 可是那個已經時間太久了 所以沒辦法還跪啦 那David呢 你有聽過什麼很誇張的 這個是我要來一個VCR 先看一下VCR 先看VCR是嗎 好來請看 他是摔倒霧梯 對 不到一個月 他在家裡 飛一個牆殺死 天啊 好有名的 等一下 等一下不是啦 馬拉多納那時候 有黑白的電視 沒有彩色 還有沒有辦法重播 可是這段時間的時候 可以重播 然後有彩色的電視 大贏的 那時候 你這時候都不能說3D的什麼 一直重播還有什麼3D啊 怎麼還有 Colombia為了他們國家要比賽 他們會賭好多錢 對 他們會賭 背著非常多 所以主頭輸了錢不爽 對 想說對美國應該會贏才對 他們本來是贏的啊 Colombia不爽要贏 Colombia不爽要贏 日本在這一次的奧運裡面 你的那個足球也算是表現 還不錯耶 好傷心啊 韓子女子都還不錯啊 我每天都看都熬夜啊 對啊 那我本來比較喜歡看 那個歐洲的冠軍杯 歐洲冠軍杯 我本來喜歡看 是是 然後 我記得就是一個叫做 但是 2009年發生 我們的門叫萊茫 他在比賽的時候 就就就就就 比賽當中都尿尿 一邊比賽一邊尿尿 我們尿尿 這速度很快耶 要請格西來解釋啊 他真的在尿尿嗎 太快了啊 這個一瞬間啊 他說因為他通常不會啊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太緊張了 是 就是忍不住 欸 可是這個在比賽當中 尿尿的事情還蠻多 像自由車選手啊 什麼這些 其實他們就是沒有辦法停下來 去上廁所 所以他們如果真的 他們也是需要補充水分 他們就直接 小解了 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黎瑪 那個是不 那個是別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德國也是很大嘛 阿布 不要解釋 我們知道啦 是很 很大自然嘛 我們就是很多綠綠的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綠的 我們就像尿尿 好爛的結果喔 是不是準備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檢查的時候 不要尿尿 對啊 對不對 阿阿阿 很多觀眾朋友 萬一看到這樣子說 去德國 阿福說可以看到綠色就可以尿尿 可以看到綠色就可以尿尿 你確定 我一強過來開槍打你 要怎麼辦 警察也是穿綠色 太緊張了 搞清楚喔 隨地建立還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當然啊 你知道運動員其實他會 每一個運動員都有一種迷信 就是他們認為說這個做 今天曾經很好 可能是今天做某件事是對的 所以他就開始copy 說我昨天怎麼做 我今天怎麼樣 像尤其是在溫布頓網球賽的時候 今天打得順 我聽他們講說 連大便的姿勢都不能打 完全就copy 前一天的模式 有可能是應該某一個地方順了 這個心情也好 體能也佳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種迷信 那有些是為了保存一種體力 例如說 不能炒飯 禁慾 其實各國的運動員都沒有 我們在英國 我們真的是會說 禁一個禮拜 你就是不能做愛 不能炒飯 禁一個禮拜 你真的要打比賽的時候 你當時你比賽的時候 你需要你的power 你增個神父的力量 啊你 對不對 你炒飯以後 你就被他神經軟軟的 就是沒有抱 沒有用啊 所以這次就是說 教練會要求 打那種比賽 就是一個禮拜一千 你就是最好老婆不要給我過來 教練就是都在那邊 因為這個是有醫學根據的 醫生說 男生只要炒飯一次的話 你的體能的消耗的人 就是跑五千公尺這麼多 那這當作日常訓練就好啦 原來蛇親就有 因為這一個人的 因為肉會比較鬆鬆 這樣會比較晃在 真的有 蘇果豪對女性運動醫學 特別有研究 這樣子的差別是只有在男生身上 女生就還好 女生可能就要問 我沒有聽說 我現在就有另外一個人學根據 有另外一個根據 女生好像是在炒飯之後呢 你為什麼都會知道這方面的資訊呢 因為我對這方面的資訊 好像我老公 我們球隊是在季後賽 準備要比冠軍賽的時候 就會集體去住飯店 然後就不能跟老婆 不可以分到 假的要秋冤 那妳可以去飯店找她 請老婆還是女朋友 都不准進出飯店 但妳們兩個算很厲害 這樣才可以生得出孩子 就這麼忙 因為她老公很常比賽 但也沒有天天在比 沒有天天的比 也是要算時間的了 沒有 所以她這樣 開刀復健啦 對啊 比較空心 對 老公 妳要跑都跑不了 因為在復健之後 妳要腳受傷 對 妳只好做日常訓練 喔 我懂了 可是就是說這樣子的差別 是只有在男生身上 女生就還好吧 這我就不了解 女生可能就要問 我沒有聽說 有另外一個是學根據 沒有 我這時候 有另外一個根據 女生好像是在炒飯之後呢 她的在體育方面的那個 那個Performance會更好 對啊 我們聽說也是這樣 有加強 你為什麼都會知道 這方面的資訊呢 我對你這種方便 這方面的資訊 我好像研究過了 你那是醫學啊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運動 你知道嗎 我已經學了 好 那我要請問一下 David 在你們的國家 聽說這個運動員 成績要更好的話 除了這個像禁慾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 其實運動有很多種 譬如說跆拳道 對 也有籃球 是 連過跆拳道 他們有很多量級嘛 對對對量級 不能超過 連100公克也不行 對 然後我吃那時候樓道 所以我吃那時候吃71公斤 現在改的到73 可是我們體重是 差不多75 76 不是71 等到一個禮拜 比賽前開始撿 撿到剛剛那一天早上 三去果棒 OK 71 71 以下喔 71 就要以下 就是70.900多少 這樣子 哇 就要很清楚 然後下來 下來趕快去補體力 哇 然後我自己是有 曾經有一次在台北 我去比賽的時候 這個差不多七八年前的事情 然後我到那一天去果棒的時候 我還是72 還有多一公斤 怎麼辦 穿兩三條衣服 然後穿夜雨衣 外面的小巨蛋 跑20分鐘 然後上去 71公斤 把水分逼掉就對了 逼掉 逼掉 那要馬上做 連內褲要 幾公克的內褲穿 有女生 像女生有時候就是內褲全部脫掉 就要連頭髮 沒有 真的 不過沒辦法 而且 你有試棒時間 第一次沒過就在 第二次沒過你就棄權 頭髮能多重 可是如果你全部 長頭髮全部都 對啊 如果頭髮倒都重 跟你講 你那時候 你真的是怕一點點而已 你那時候沒有考慮到 頭髮多重 你就是考慮到 我什麼東西可以打出來 這三次 剛剛好 那個是壓力真的 像我朋友這樣子 你就一個 哦 少個五棒 太大了吧 我的有 不好意思 怎麼那麼重 我的兩個家人十棒 不好意思 我都被摸得出來 我們回歸到正庭 來 回到正庭 來 這個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 剛在旁邊一直默默的葛西 對 關於這種運動 其實這一次 奧運會 日本也投資了很多嘛 有 關於這一屆的奧運的話 日本他們有在那個 倫敦的東部那邊有 建立一個 mult support house 那花很多錢 是2億台幣 5億日幣的 那裡面有什麼設備呢 就是 高壓有氧船 還有什麼recovery pool 什麼恢復的那種一些 福利的那種 對 40個員工 然後特別是從日本來的廚師 專門做日本料理 就是幫助選手的 就是 黑鷹老師你認為有幫助嗎 我想多多少少還是有 不過是在訓練期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要去參加奧運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在調整期了 那可能對某些項目 可能他的賽季比較長 像球類啊 那可能就會有差 對 但我想日本這可能很多是企業贊助 對 對 對 我們也要多點贊助 台灣的選手 其實台灣的運動真的是很重要 其實是需要很多各方面的企業家 或者說民間人士 大家伸出援手 那但是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現場有一個人呢 他一直在建議說 其實奧運這個協會呢 可以把一個傳統運動 把他們國家這個傳統運動呢 納入為比賽項目之一 就是Jose 對 就是這個比賽 這個是 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吐 不是吐 還好不是吐口水比賽 那 到底要比賽吐什麼呢 這個是吐 口水 不是吐 吐西瓜子 吐橄欖子比賽 吐橄欖子比賽 對 是不是 不是這樣 對 太吐多遠 這個 這個最高紀錄是21.234 怎麼可能 太誇張了吧 那一個紀錄上面 21太誇張了 20 那瓜子是絲頭做的 沒有 是那個 Olive的字 C Olive 可是也太誇張了吧 等於我站在這裡到我們棚的門口 很遠很遠 是有記錄的 有記錄的 這個真的很肥 肥火亮一點 為什麼你會認為這個比賽 它 這個是從 根據那個 就是山洞裡面的那個 就是 圖畫 就是顯示是 從 十七時代就有了 真的啊 就是類似的這樣 吐 兔子的比賽 那時候本來是 剛開始是在那個 山洞裡面吐 後來就贏到那個 村 村莊裡面吐 然後後來那個 希臘人他們就舉辦那個 奧林匹克嘛 然後他們 就是西班人要 說 可不可以我們參加 然後把這個 比賽加進去 那希臘人說 喔不行 對不起你們玩一步 因為 另外一個團體 他們是 是要求要丟那個 大鐵餅的 我們已經讓他們 就是 來比賽了 很相像 所以就不行了 那今年那個 以色列 有請西班牙去 就是 玩這個 比這個 吐這個 子的比賽 橄欖籃子的比賽 這電視場 應該很可怕吧 很驚人 對 很多次 第一次吐 可能可以後來 我在聯繫啊 對啊 台灣可以辦一個 吐檳榔渣的啦 那個現場應該也滿可怕 現場玩的 CSI命案現場 夏天的時候 也是可以 夏天的時候可以吐西瓜子 對 然後聽一下兩眼 然後可以吐那個 好驚人 還滿像你回事的 可以可以 我會支持你的 沒有我們今天聽到這麼多 就是關於這 運動場上的故事 那大家很榮幸也可以 邀請到憶安老師 到我們現場來 大家都知道說啊 這些運動員呢 其實真的不是說表面上 這麼風光而已 他們真的是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那這一次啊 我覺得在奧運之後 我們台灣的成績呢 雖然沒有到頂尖 但是呢 比以往算是都有一些突破 希望大家呢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各位企業大佬 還有我們這些民間的 這些善心的團體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希望政府 也可以多加的鼓勵 支持我們的體育選手 讓我們下次呢 在奧運上有更好的表現 好不好 謝謝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快來幫我們安算 還有訂閱 拜託 拜託 再次拜託